四季冲满人前路 哇 很棒哦 肢体亲密 脚步一致 一家人和乐融融练习 睡末祝福 录金藏的手语 如此美好的家庭气氛得来不易 我家里人全部脾气很暴躁 他们闹事情的时候 我一跑进房间 躲在那边 躲在那边 就不要弄洗碗样子 没有什么互动 我跟我的家里人都不会讲一两句 初学手语就当上小种子老师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黄彩配 起初以为家人不会感兴趣 只是自己一头栽劲 无时无刻的练习中 无论我扫地也好 然后我煮饭也好 我都会背那一首歌 然后做他的手语 我家师兄就看到 就问这是什么来的 你跟我来读书会一次 你喜欢 你就会知道是什么 来自你呢我真的很开心 承担一个家庭五位 生意越做越大 贪念越来越高 也蛮非常辛苦的 烦恼一月起那个烦恼 读了很多次 读了很多次 才知道原来是我的烦恼是太多了 因为体会经文而感到喜悦 中文生疏的丈夫 也开始紧随妻子的脚步 踏入金帐 夫妻同心投入手语练习 悠扬的乐曲 渐渐柔化了家里紧绷的情绪 一开始我不是很喜欢的 一听到这个音就觉得很奇妙啊 好像找到平衡啊 那种手语啊 好像很有意思 所以我才去学 一起练啊 那种关系啊 有笑啊 因为有时候爸爸很乱 然后有时候他弄成我们就笑啊 这样子哦 我每一次一定是走满脚落 天天的给他们笑饼 没有理由 做爹地的不可以 所以给他们看 每一听都哪一听 再从那个手语做起 回到家 他们要挑战我的时候 我就说给他们 哎 有进步啊 儿女加入练手语 亲子之间的有趣互动 改善了家庭气氛 有感家人的改变 加上对经文的领悟 爸爸也加入志工行列 踏上有意义的人生路 我家的孩子已经改变了很多 而且我的态度也改变 我年跑来 我才体会到 真正的做人的意义 就是实际要去帮助人 我入青帐 进来实际成为志工 烦恼真的没有了 我一家五口炼就这样开心 你想一下在当天 1月13号 不是你一家人 是全场有2000人 跟你一起做是多么的发行 一改以往的习气 全心全意入境障 一家人和做出家庭的和谐 要把法喜的涟漪传送出去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 吉隆坡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